居住 居住是人和房子共同生活的过程 居住作为城市工人的一部分 会让我们的生活更具有文化意味 居住是可以设想安排和提案的 居住可以因为技术的革新而变得更加温馨和舒适 人类对居住空间的追求自无以来都是延续的 经过过去三十年的这种快速的城镇化和城乡建设 内临到一个发展的转型 怎么能够可持续的发展和可持续的建设 能不能提出一种全新的居住哲学或者叫做空间使用的哲学 在这个方向上如果有机会提升的话 它其实是一种技术和艺术或者叫做科学和人文的一种统一 可持续是一个挺好的可以说是一种生态概念 也可以说是一个绿色的概念 比如说这个生态绿色的一个城市研究 生态绿色住区的研究 当然也包括生态建筑绿色建筑的研究 如果我们永远离拒绿色的区域 需要帮助自无法治疗 我们会在危险的问题 看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日益的多元 所以我们有很大的空间 来提升我们的居住品质环境质量 当然了现在这个可持续会关系到这个社会发展的问题 关系到经济发展的问题 会关系到这个环境友好的问题 住宅是应该可以变化的 可能是它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使用模式 因为只有可变它才可以在一套住宅里让人住70年 DNC就是一个多学会 因为可持续嘛 就是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盖房的问题 我们在做社区研究 其中有一点是要捕捉当代人的这种居住的这种行为 其中有一个课题 比如是做这种在建筑或者建成环境中间 人的一个行为的追踪 和它的一个规律的态度 可再生能源体系 雨水的收集利用 包括海绵城市的小的一个示范 可再生的材料 我们方方面面都做了很好的尝试 系统的整合 有些东西可能是一种 我们对未来的一种畅想 它的目标上都是一致的 就是降低对能源的消耗和这个资源的战略 最核心的观念就是两个词 一个词叫效率 一个词叫健康 是希望我们清华在这个研究里 能够做到顶线立地 一方面就是要能够有很高的学术水平 另外一方面要接地气去解决社会问题 能够重视着 真正的淘汰和真正的区域 能够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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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是一个重要的任务 我们就想拍一个科幻电影 它不是一个历史纪录片 它是一个面向未来的东西 因为都是最顶尖的团队在做 运行五年到十年之后 它会推动全社会 对于这种我们居住转型体制的一个意识 交出一份我们说中国的答案 居住可以通过数据科学变得更加人性化 可以更简单 更美好 更有科技感 设计来源于生活 做设计就是想生活 居住观环境的品质提升 已经成为让人类更为健康的重要手段 健康建筑 会使你的呼吸更健康 希望我们的房子也能越活越年轻 预祝可以满足每个人的偏好 可以因人而异 更可以因诚而异 可以让人安心舒心 让生活充满智慧 让我们走得更近 可以提醒我们不忘初心 坚定地去探索更多可能 可以承载更多美好生活的想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